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坦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部机器人瓦利的翻外爆笑短片 电焊宫玻璃 由于瓦利在茫茫太空中触碰了一些不该碰的东西 一块小陨石直接变成了太空垃圾 撞坏了太空飞船的灯 基地响起维修警报 电焊宫机器人玻璃准备就绪 它看似非常专业的来到飞船外 却把灯随手一放 真不怕它就这样飘走了 在焊接灯座的时候 瓦利挥舞着手臂突然出现 玻璃看它和自己打招呼 兴奋地回应 完全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灯座就这样飞走了 等它回头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挽回了 又是一个太空垃圾 任务失败的它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去拿新灯泡 灯泡供应器显然对它有些不满 但没办法 谁让它摊上了玻璃呢 玻璃这次顺利地开始了焊接工作 飞船里的瓦利却连同逃生舱一起 被送出了太空 巨大的爆炸吓了玻璃一跳 直接把灯管熔断了 它非常丧气地回到供应器前 供应器不屑一顾地将灯管扔在地上 玻璃不敢直视它 只能捡起灯管火速逃离现场 这次它总算焊接完成了 但是伊娃却抢先它一步回到了飞船 飞船的大门关上 玻璃被隔在了门外 世界就不能对我们傻孩子友善一点吗 玻璃只能孤独地靠着灯管 45度仰望太空 这样它的眼泪才不会流下来 突然飞船的垃圾排放大门打开 玻璃差点被当成太空垃圾处理掉 玻璃立马赶过去想回到飞船 却还是慢了一步 它只能回到它熟悉的灯管旁 无所事事的它 似乎拥有了自我意识 用自己的爪子在地上烫出了一朵小花 它看着自己的手这才想到 我可以把门给焊开啊 回到飞船的它非常兴奋 准备按下维修成功的确认按钮 此时船长却和人工智能打了起来 飞船来了个45度大倾斜 玻璃又被一路送出了飞船 差点成了太空垃圾 幸好它修好的灯管救了它一命 船长指挥飞船来到了地球 玻璃还想去确认自己的任务 却发现飞船里已经空无一人了 它很快就在救生舱 锁定了地面上的供应器 一波三折的来到了它面前 终于按下了那个确认按钮 那个它修好的飞船灯 终于亮了起来 它兴奋的欢呼 然而刚刚被它弹飞的救生舱门 却从空中落了下来 再次砸在了它修好的那个灯管上 同样是机器人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同样的客进直守 一个抱得美人归 一个却连灯都修不好 谁能比它惨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掐玻璃海台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科和电影 下期见啦